怎么就在一起的呢 我们在高三任时的 然后是我最的套 我们现在大学的话也在一起读书 今年大几 嗯 大三 哎呦 小四年了耶 怎么了 姑娘脾气怎么不好了 怎么就大了 你就受不了 刚开始接手套的时候 人特别好 脾气也特别好 嗯 但是慢慢习惯对方之后 我就发现了脾气越来越不好 更多的时候还无力取道 有一次吧 我们俩在上楼梯的时候 当时来来往往的人也比较多 他非要我背到上楼梯 我说本来人就多 我拉这里走下去也可以吗 这时候他就冲我发火 当时刚好也是下课嘛 那么多人 他朋友也在旁边 他就跟我转过来说了一句不背 很好奇一件事 为什么那天非要背呢 脚受伤了还是怎么了 没有就那时候就想他背一下嘛 撒个娇 对 有面子 面子没了 跟他发火 是吧 对 这个还好也能理解 不是经常这样对不对 经常的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两个出去散步嘛 旁边有一个人在那里遛狗 跑过来就是出来他吓了一声 然后这时候他就冲过来给我一耳光 那我就感觉他看见狗了 你说他知道我怕狗 他也不跟我讲 对对对对 那个狗过来我被吓着了 那就一上开啊 就算你被吓到了 但是你不应该这样打我 因为当场那么多人 我觉得我一点特别面子没有 兄弟没人可以打吗 也不可以啊 啊那你要说清楚你别老说 当时别委屈 后来呢 回寝室然后我就发短信 跟他说我错了 当时也不应该打你 对对对 应该就行了嘛 这不都道过歉了吗 他说当时就是 我是他男朋友嘛 就可以的 那如果说当时 要是爸妈和你一起的话 你也会打吗 那肯定不会啊 你说我爸妈是生我养我的 我打他们干嘛 你说你是我男朋友 男朋友不就是有时候 站在面前被吓了什么 然后就打了一下啊 你也是 打就打了吗 不行打了你就跑吗 你又不跑 你真是你就别论理了呗 你就认了吧 不是就是他打我的时候 一点摩擦我觉得没事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点过了 莫名其妙的对我大呼小叫的 就是有一次他把我 不是要从外地回来吗 那就打电话给他 在脚里面特别乱特别脏 然后他就叫我 好了一起去打扫卫生 刚进屋的时候 朋友冲我说 赶快去扫这儿扫那儿的 扫这儿扫那儿的 冲我到我小叫来 然后我心里特别乱 就是无怠的那种 我让他拖个地 他那个拖把干得像 那个豆腐干 他能拖地吗 你说拖灰尘 他拿那个拖 那肯定不行啊 那我就说了 你去那个妈桌子 我来拖地吧 他到他自己到床上躺着 去玩手机去 我把地拖了之后 转过来看他躺床上 那会儿我脾气肯定不能好了呀 肯定对他说呀 你说时间本来急 我爸也要回家 你说看见那么暖 也会发不激的对我 你叫我去擦桌子 我就去擦 然后我不知道 你家的毛巾在哪里吗 你回答我 你是不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吧 就看了一下 因为之前的话 是我叫他 躺没躺先说 躺了 你去给人家帮忙 你躺人家床上干嘛 我给他帮忙 你说好是去帮忙 打扫卫生 你躺人家床上干嘛 但是他也不要对我 到我小家 我是在帮他 我可以好好做啊 哎呀 这事不也过了吗 兄弟 你这是要秋后算账 后来你们俩怎么解决的 这件事啊 就 他过来 过来跟我道歉 这不就属于 吵吵不就好了吗 这事就别说了吧 多没劲啊 没有啊 你还狡情啊 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他人特别好嘛 然后就是我跟他结束久了 他还经常拿我和他 前男友做比较 哦 就是这点我特别忍受不了 不是你们不是高三的时候就 哎 高三 前男友 哦 那你们应该是同学啊 那不是跟他也认识吗 跟他不认识啊 当时 我前男朋友 是隔班的那种同学 就不是同班同学 哦 是一个学校的 对 是一个学校的 哎呀 你看这姑娘谈恋爱谈的是早了点啊 而且前男友是怎么离开 是被你打跑的吗 不是 当时我和我前男朋友 那时候他对我特别好 然后当时出现了一个女生 发了一个短信里头 我就看见了 但是有点暧昧 但他们之间也没发生什么 但我最后就不是烙闹 那之后 就因为这个误会 然后就分呢 对 好嘛 哎 这怎么比 比些什么 就是他总是要求我 就是要我向他前男友学习啊 什么的 那你前男友有些什么优秀的品质 是需要他学习的呢 那就说一些小事吧 比如说 比如说点菜啊什么 你说我们一起出去玩 干嘛 点个菜 那天我就不想点菜 我就想让他点一下菜 他倒好 点了那些菜都不是我爱吃的 点菜要向前男友学习 还有什么要向前男友学习 还有就是 他开始出去玩 你说我前男朋友都不会 那样要求我出去玩什么的 也不会强迫我 他就每天都要求我 大众友和他一起出去玩 那么赛 他对我的要求特别苛刻 就比如说 那个电话 然后想三声之类就要我接 然后我不是学体乐的吗 平时的话都要体乐训练什么的 电话不可能随时放在身边 到电话来 比如说我没接到 我看到微信电话 我也会回的呀 你干嘛就这样要求我呢 我觉得特别苛刻 这个要求 他不是照着前男友来的吧 对 就是照着前男友来的 他说他前男友 只要想三声就能接 然后什么什么十分钟之类 就能到的那种 你前男友是快递公司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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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